本节目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企划制作 哈喽,欢迎收听艺术深线R台北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维轩Vivi 那我们今天请到了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的两位非常资深的长老 资深的我不知道要先介绍谁比较好 我吧,我年纪大 年纪大的先吗 又是协会目前的阻挡者 那首先是我们理事长张一群先生 各位好,各位好,大家好 那另外呢,是我们的资深顾问陆杰明老师 陆杰好,各位听众好 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当然是跟狼二代有关系了嘛 因为其实我们的一代慢慢的 人家说年华老去好像不好 就是经验累积越来越多 这时候小孩也刚好长大了 准备接班 那其实陆老师在2008年的时候 就曾经想要聚集我们画廊产业的狼二代 让他们就是并肩作战啊,做一些交流 那当初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 让你有这样的想法呢 当时其实这有个因缘呢 就是我,大家圈子里都知道 我改行的这个种子是反骨 四四一百周年大展 因为当时我父母在做外交工作 被派到荷兰做大使 然后我妈妈在海牙住 她在荷兰银行办事的时候 看到一个大的海报说 这个今年是反骨四四一百周年 要办反骨大展 那个时候等于是票参观卷一开卖 就秒杀二十万张 这个我妈妈知道我在美国做工程师呢 平常喜欢画画 所以她就说你喜欢 就帮我买了一张票 希望我去,然后去看 那去看,看望父母 然后去看了反骨四四一百周年大展 世界上所有的反骨名作都回来了 所以那天看完了以后 心里非常激动 因为当时八九年的时候 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 我学画画的老师 他被迫留在美国 他就要生活 所以我就帮他卖画 所以就好像看到反骨 跟他弟弟之间 他弟弟做他的经纪人 又想要卖哥哥的画 又卖不掉 那种挣扎 我有体会 所以就这样子 慢慢的离开那个电子工程师改行了 但是在海牙那个地方 我逛画廊的时候 就看到一家画廊 我进去参观他的画廊 那个像一个住家式的 独栋的三层楼的房子 然后有地下室 有酒窖 进去是一对夫妻接待我 老先生老太太非常和蔼 很多的画册 然后我当然有很多的问题请教 这个老太太还去拿了cookies 然后还弄了这个奶茶 很漂亮的杯子 然后坐下来窗边 然后陪他们两位老人家聊天 聊一聊聊一聊 这个老先生 发现我对艺术懂得很有限 因为我问他什么是一张好的油画 他带我到那个他地下室的仓库 他把酒窖改成仓库 都是画 那么他抽出一张小画 然后说 吉米你看这张画的是什么 我真是看不出来 近看抽象的 什么都没有 荷兰的那种暗色调的 褐色的那种抽象画 我说我真看不出来 还有两三个白点 结果他拿到光线底下 站得很远 大概有三公尺的位置 他说你现在看呢 我说哇 深褐色的这个旋律 有两个玻璃瓶放在暗处 那个玻璃瓶的反光还非常清晰 我说这个很清楚 就是两个瓶子在桌上 旁边还有一些这个 其他的这个镜物 他说吉米记得 这个就是一张好的油画 近看像抽象一样 远看是非常的巨像 因为这个艺术家是有柴气的 他在他手画画的距离 画出的感觉 放远了看 他知道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那一堂课 让我觉得很开心 后来一聊 他是第三代画廊 荷兰海牙三代画廊 已经八十多岁了 所以马上面临接班的问题 他说他的孩子不愿意接班 他们自己有专业 表现得不错 所以他们不会回来接班 所以他们两个要想 怎么把这个画廊结束 把所有收藏的画要做信托 然后给他的孩子们 他们正碰到那个时候 所以那个印象让我造成了 做完秘书长之后 看到台湾 大概二三十家 这个二代慢慢长大 在接班的过程 有的从国外回来 我就想 哎呀 应该组一个二代联谊会 我那时候还跟检社长讲 我说 组一个联谊会 你的小孩也可以参加 结果你看 那个时候就聚集了八个画廊吧 十几个人 但是协会没有钱 所以没有办法继续 很开心 这个现任理事长张一群先生 他呢 有这个心 协会现在也有一些经费 所以愿意做这件事情 看样子 二代共事营是定调 狼二代共事营定调 所以你看 竟然发生在一个画廊 名字叫传承的这家画廊的老板 张一群先生的身上 这都是天意 天意 传承 第二代传承 所以张先生用心良苦 那其实我有听说 狼二代的活动办得非常成功 甚至他们已经相约着 要出国考察了嘛 对不对 那到底是现在的 台湾的艺术产业 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巨变 一方面当然是年纪到了嘛 长大了 可以接班了 那产业上的趋势 或者是现在整个潮流上 为什么会让这次的狼二代 愿意一起集结在一起 然后变成是一个联盟 也有这群狼并起 孤狼并死这样的口号出现 应该是世代交替的时候到来了 他们大概也有感受 他们的第一代也有感受 过去这三到五年吧 过去这三到五年 博览会还有各地的饭店型博览会 我们都看到这个老长家渐渐的 没有出来逛 没有出现了 然后新的一代长家 先由第一代带着出来看博览会 五年前是全家出来看 三年前是他们自己一个人出来看 去年是带朋友看 带朋友 全军绝对的看 还在那边讲 然后互相在讲 你收了谁 他收了谁 我觉得他收的不错 但是那个人收的好像 好像要小心一点 他们中间有交流了 然后每一个那个都挺有气质 而且打扮的不错 在讨论怎么去面对 艺术收藏这件事情 所以艺术家在世代交替 收藏家在世代交替 逼得画廊老板 必须面对新的时代 那在这种新的时代 第一代呢 有一点觉得 我的以前的道理 可能一些经典的道理 可以传授给下一代 但是下一代 面对新的市场 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希望他们出去学习 这个需求是很大的 2008年的时候 这种需求还没有那么大 没有 所以大家认识认识 对吧 然后各自做的还不错 努力的在接班 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问题 就是2008年画廊协会 钱没有那么多 没办法管 最穷的时候 请大家吃个饭 希望当时我的念头 就是希望他们聚在一起 选一个班长 常常聚会 我就退出来了 我就不去管 但是事实上很难 还是要有协会 要有人 你看这次 在郁金香酒店 两天一夜 整个活动的安排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有意思 没有 我想像是一个了 他算是 你说到这 因为我们这里面是这样 因为有一批呢 接的比较早的 接的很不错 他当年回来 就刚才陆棍讲了2008年那一批 都是当时刚从国外回来 都很年轻 只想叫他们赶快过来 你们都学校毕业都进来了 就看了一眼就想叫人了 这个都已经跟了 有一些父子辈都已经跟了 大概十多年 那也打过仗 也开始有自己想法 然后当然他们也希望 他那天在讲的时候 是爸不在才敢讲 李上你也该退了 给你女儿钱 我说 你爸呢 他说 我们爸退啊 他钱呢 不是上次还在管 他钱现在交出来了 我就等于说 刚开始他爸爸说 给你管了 可是你什么样 逐项给我报告财务 因为怕他一个东西没弄 这次接班不是这样 有时候你会打仗 不表示会管财 好了 他也弄 他说不错 下次你就在里面讲 让他们跟着造反 我就给他讲 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 因为我来讲是因为 时间点 当然这一次来的 很多是小狼 多小 小到最小是18岁 18岁 他就说他 他妈妈是说 他就说他一直不想 那时候就喜欢艺术什么 我说你就让他进来 然后让他让完 他叫他再怎么样 可是他很成熟 我们一看那个成熟度 到18岁 这么安稳的上去讲东西 一个他平常不讲话 一上去把爸爸那里算锅 我爸教授哥 我学的还真相 什么孩子怎么这么火火 可能在家里不敢 可是今天因为 父子辈都没来了 大家就在那里上去 讲自己的家里 做什么做什么 可是他们这样的话 他们在 这一群人在一起 他就可以去开始谈事情了 甚至你IG怎么用 你脸书 你遇到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们老的一听 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玩不了 他们年轻人是大概擅长的 他们会 甚至里面有网红的 一个小18岁 那个有两万个粉丝 瘦哥才说 我才540个 年我们老才540 他已经2万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讲 当然他们也有的阐述是说 其实他一开始不想进化 他学不这种 可是妈妈老是给他招手 有时候跑不掉 进来帮忙 可他慢慢看 妈妈也很辛苦 这种感动 他可能一个影子 一个背影 什么感动 瘦哥是老是吗 哪有那种重的雕塑 叫他儿子来帮忙 儿子刚开始也在外面做 然后你看 好吧就爸爸老扣 他就去帮忙 帮我来帮我去 财卸展 有天他发现 他爸越来越老 也对 瘦哥也 他就这种 突然心中一想 那我现在做的东西 会比爸这个好吗 我尝试爸这看看 就进来 就把一个 有一次就干脆断一下 就说刚才疫情 现在断一下 就进来看看 也跟着爸旁边 然后大概朋友之间 我们其实产业是这样 他都很小 他不是大的东西 所以他们很难有朋友 这一次 就由这一次 他又是同样一个艺术产业 有交朋友 将来有什么 一起去展览 有时候一叫 唱个歌喝个酒 什么 就他们有他这种朋友圈 很容易串一个朋友 我到当年 我们就不要正规 只会吃饭 他们这群都会 哪天一腰 哪一个生日 哪一个什么 就就一起 所以他们 我也没想到 感情的建立 这么速度这么快 甚至有的 另外一代年轻的 当年就这样 个子高 你都不知道干嘛 怎么这么傲 在干嘛 原来才知道 一交出 原来是他说 中文不好 都不敢跟人家讲话 从国外回来 然后就习惯 什么都不 走到旁边笑了笑了 不敢讲 就觉得很好 一讲完 还会长冷笑话 上去 完全可以讲脱口秀 脱口秀还可以走来走 我们都吓坏了 然后我女儿一上去 她说我上去碰到她 我就觉得那个很好玩 我们平常说 他这么严肃 他们就一次下来 那天大家聚在一起 那讲讲话 下午茶吃吃 然后晚上吃个晚饭 再一做一做 再唱个歌再回来 第二天相约 就手机拿出来 抠成一个板 那我想这个好的 我希望他们 真的 这个等于是再继续下去 因为当天有一些 也刚好出国去旅行的 有事情去 有刚好去找学校什么东西 还有几个 我也希望他们再壮大 当然这里面不是只有狼二代 有一段时候 发现狼二代 有一些化妆产业出来 它很年轻 第一代 很年轻不到四十岁 你总是要把他们交在一起 因为不是说 就狼二代 你不是 我没有把身份 验到这么 就是说你们都属于同一个阶段 将来台湾产业 就要送你们这批年轻人 出来 用尽使尽力 大家感情联合好 兄弟姐妹 齐发 将来的世界 千万不要自己打 太苦了 真太苦 所以我才 这孤狼必死 是我故意要下一个注解 他们说下太狠了 我说一定要下 我们是群狼并齐 应该是大家联络 在哪边怎么样 在哪边 那你会来马上分析韩国 你分析哪里 大家可以怎么样 可以减少很多错误 有一个限一桌 大家跟上去的时候 避免 避免那个亏损 这个东西我是觉得 所以我也希望说 大家 舞台是在台湾 可是我们共同的 奋斗的世界 更大在外围 不要把眼睛都放到台湾 所以大概世界更大 你像这个 那天那个上去 一代的 这个副理商 就上去讲 他这五年来 还好他有出去 他走了九年 这近五年 他大概累积了 140个国外客户 多好 140个 他说要是他还在台湾 完了 还是面临了这个 价位低 什么什么样的 他太多问题了 他刚好出去了 而且带了很多 台湾的画家出去了 这很好啊 你带台湾出去的话 台湾这个艺术家 会跟你走 因为你是带他走的 不要老是 挤在台湾来抢 来真实 所以我希望 这里面有一些 你既然是狼 有狼性 能作战 往外对不对 都外面嘛 都里面 全狼去打印度巷 打东北湖 打什么 那个韩国什么 韩国算老虎嘛 你要这样的 我希望他们将来在一起 然后一起出去的时候 就发现那年纪一群 大家成群结队 坐哪里坐哪里 我们就会很开心 这种东西 所以那天很感伤 看他们都很开心 我就站在旁边一直看他们 我都不敢过去 因为他们叫老狼 因为不是你也自己说老狼了吗 我一直看他们这样 那天很感伤 就很早就回房间睡觉去了 老狼回去了 那这样子二代狼要起飞了 那一代狼呢 因为我相信过去 在一代在经营的时候 还是有非常多 非常可贵的经验 那这边的话 在协会或者是在花囊产业间 会不会有类似这样子 有点像是座谈啊 让大家分批的去分享 他们以前在打市场的时候的一些经验 那就要做Podcast了 没有啊 就把那经验累积啊 一集一集 还是说理事长 一代狼的退休计划是长什么样子 我是讲是这样 因为我是 因为我虽然喊了一声说要退 是给他们跟着经营 我不会 因为艺术是可以玩到死 是 你知道他在脑筋里面 学啊 那我可以更放松 就是说 比方说经营上各方面 不要用体力啦 包包丑啊 就给他们去了 你在经验上看看东西 然后跟客户聊聊 然后偶偶去看看展览 然后看出什么东西 你们赶快来看 这个东西是我们将来 老一代来做的 因为等于 我们还有我们老的长家 他的一些资产要出来的时候 我们帮他处理 小的处理不了了 因为他根本不认识 那我们说 你要跟我 所以我们是 那天我也讲了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 两代有两代观念 那天我听到一个话 就是说 我现在跟爸爸分开 我说 为什么 原来前准看他都不会笑 原来是 他爸爸做的东西 他不是很喜欢 他想做另外一种缝隙 有天他爸爸可能 经过那个爸爸 听说爸爸有一个钱给他 他说 那不然你自己做做看 所以他就做了 原来是爸爸在做他 因为 可是我上海讲一句话 我说你们 有时候也要考虑到老的一辈 因为我刚好代表老的 我说 因为我们有曾经 许过的诺言 因为你给长家说 哇 这个怎么样 艺术家 我给艺术家做过的 拍胸脯的事 他还没死 对不对 他还没死 他总是在做这东西 他可以慢慢的淡去 退出舞台 可他还在 这时候的子辈们 子辈们应该是上去帮他 照顾着 或许 你的 那现在刚两年 我给我两个 第三年 三个 慢慢的 这舞台 慢慢的变成 你的 然后爸爸退出舞台了 三年后 把他处理完了 做一个的 就叫四代交际 那你这个叫做品牌 就是你当年爸讲话 这个品牌 取承诺 达到目标 达到什么 还是要有的 我说你们 不要一下子 一脚把爸剔开 这个我也曾经碰过好几个 那我都试下讲 那到这一个机会 我就说 我就代表了 我们老一代的 来讲这个故事 有时候 爸爸的痛 你们不知道 你现在不能说 我要爽 你要看爸爸的痛 你要看怎么还弄 所以这个东西 在我的话 我在上面讲话 就敢讲 对不对 那我女人在底下 她敢讲我吗 她到现在还没 给我换掉一个人 所以艺术家 什么都是我 因为这个 她还在学习的意思 怎么部展 怎么怎么样 她都可以了 谈艺术家 非常困难 很多人是说 我今天跟你弄一样 那都是一般的 今天叫这样展览 就展览 明天切个账 就结束了 泰南的艺术家 是如何走一生 这个是一个难的 这一定要她 有一天差不多 静下来了 爸爸那还怎么样 我说那你 再怎么样 好 现在学拍卖了 这里面还有很多学的 那我们既然是 主力活 让他们去做了 我就不管了 你上墙下墙 我都不管 你弄不了 你叫人家去弄 我看他去用什么方法 那也很好 他会找人 我们就不碰这一块了 脱得干干净净 将来就在旁边 好了 现在要跟艺术家谈 拍卖 你这艺术家有多少个 归北边 中边南边 还是归南两一 都有一套的 还没有那么简单 那他们先打的是 他们现在目前 升金的就长家 都是他们群组的长家 我们现在来做 我讲 我们的老郎 还有旁边会看的 只是越放手越好 因为早一点放手 他们早一点做决定 我现在是放得干干净净 刚才在肉体上 什么 你说吧 多少钱 你看吧 没事 就这样推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这三年刚好 当理事长阶段 两年多了 就把东西丢得挺干净的 而且他之前 我也就慢慢在丢了 而且将来什么IP 那个都不是我们 这个年纪大的 因为年轻人去搞 我已经丢出去 可是还好他不一定听到 他呢 有时候没搞好 我都说他搞什么东西 还没搞好 也不能讲他 可是我又没有方法拍他 你知道吗 因为我没有经验 他这一块我还不懂 所以我最近还在想 下苦工去学IP 学什么该什么干嘛 什么什么 这个我们也想 你不能怪他 因为他也忙得钥匙 这么小 我当然没念他 之后已经交给你 我们没有看出他效果的时候 我就一直旁边慢担心 也想利用时间再进来 是 我觉得理事长 你身为一代 要传承给二代人的当事者 我们陆老师算是一个旁观者亲 那您看到这么多的画廊在传承上的时候 一定会碰到一些问题 跟有一些问题 你觉得他处理的特别漂亮 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先讲 我们陆老师是现在二代狼的导师 不敢当 不不不不 因为陆老师跟我们是 这一代是都是交情深厚 看孩子从小的一生出来 从客厅 哔哩啪啪啪啪啪一个一个这样长 那些念书念书 哎呦你回来了 所以当然我们就那天一讲 很多都是看的长大 对 我说给陆老师 因为陆老师 我们每一个都在忙 那做父母不好讲 陆老师呢 因为他们一讲一讲 哎陆老师 陆老师 好 那陆老师当然讲那个 所以就是导师 开什么玩笑 导师好好讲 时间久了都有感情的 你说这个一代二代传承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你说导师我真的不敢当 陈萌他们看得起 你知道 谁会赋予重任 然后这个 那每一家画廊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不过刚刚理事长也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他对长家的承诺这个问题 但是没办法 有的时候世代交替的时候 暂时这些以前的这个艺术家 在市场上威力不是那么大的时候 你要怎么告诉二代 不要忘记他们 这个就是每一间画廊都有活化仓库的挣扎 应该是这样讲 活化仓库 是 这个活化仓库简单的讲 可以用波士顿矩阵这个来讲 插量明星 利用金牛养育问题 儿童处理落水夹构 其实说起来很残酷 每一个画廊老板 我认为就像一个园丁一样 他当时开画廊的时候 他培养种子 然后他慢慢的有 有这个种子含苞待放 开始有个展 后来收获的时候 花盛开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市场上表现不错 然后过多少年世代交替的时候 他花朵有一点萎缩 但是他仍然还有这个迅滥之极 归于平淡的价值 那这种情况 你在接班的时候 来看这个仓库 往往太过主观 太过简单来批判 就是说 哎呀 爸 你留下来的东西没有用 那这句话讲 其实蛮伤人的 事实上 有没有用这件事情 他是要跟时间 他要跟历史 他要跟学术认可 要跟专家点不点头 这些市场接不接受 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所以很多一代的画廊 里面的东西 他分好多阶段 所以二代都有 在传承的过程当中 我都会很想建议 就是说 不管你要聆听自己的声音 还是去跟父亲交流 我觉得跟艺术创作的道理一样 就是创新不离传统 创新不离传统 才有你画廊风格的脉络 是 这个传统就是父亲被打天下的 这些经典的经验 但是创新就是你要面对 新世代的想法 聆听自己的声音 表达自己的风格 但是这个脉络是不能切断的 要是切断脉络 就不叫传承了 就叫断承 对 二代传承就是脉络不断 因为艺术品这个东西很奇妙 它是永恒的 它之所以无价 因为它是永恒的 艺术家生前的命运 决定作品的命运 看他有没有赶上时代 艺术家死后的命运 取决于作品的命运 他的作品要是够好 现在不发光 将来会发光 因为是金子总会发光 所以二代不要 有的时候没搞清楚 把父亲 他认为父亲没有用的东西 在不对的时间卖掉 过了多少年之后 他发光的时候 已经不在你手上了 所以这就叫插量明星 插量明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最期待的看到就是 我应该先讲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是 08年把这些人招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从美国回来 其实有很多二代 一开始都不愿意接班 所以看他父母太辛苦了 每天在那边忙 好像也没赚什么 当年跑三点半 没错 但是他父母亲赚到钱的时候 都没有跟他们讲 怕他们太膨胀自己了 但是当他慢慢的 回来接班的时候 他发现他在外面打拼 加班 然后他的每个月薪水 从三五万涨到十万十五万 但是他回来 自己慢慢接班 看到的时候 父亲仓库了一件东西 因为他在外面交的朋友 他转手卖掉一张 父亲跟他讲 你这一张的奖金是八十万 他这个时候一想 这个这个 我在外面拼了半年赚的钱 结果我怎么从爸爸仓库 卖掉一张画的佣金 就得了八十万 所以我才会在这个二代 联谊共事营里讲 我说各位能够生长在画廊家庭 是上辈子烧了高香 就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吗 在这个纷乱的时代 AI挂帅的时代 其实画廊经营这件事情 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 不过你必须自己努力 因为里面有一些困难度 点子 底子 里子 面子 场子 你都要顾住 然后这个时候 你里面的学习太多了 但是有什么样的人生 是比这个还丰富 而且不但是不断学习跟累积 你交的朋友 长家群 他们的生活水平 跟他们的水准 都在一定的标准以上 你的交往是会很开心的 对吧 然后你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我经常劝二代 我说 你们要让长家相信你 你首先要活得比长家还丰富 你要什么都知道 跟你长家为了自己的事业 赚的大钱 想要来买艺术品 来点亮他的品味与财富 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 引导他的艺术经纪人或顾问 那就是你们 你们要告诉他世界上过生活的所有感受 你要懂得旅游 懂得养生 懂得威士忌 懂手表 懂珠宝 懂艺术美术史 懂所有的东西 这个时候他才会把你当成生活上的顾问 他才会完全相信你介绍给他们的艺术品 是有未来性的 而不是简单的说我买了赚钱 我什么时候卖掉 没那么简单 真正的资深厂家 是买一件他喜欢的作品 enjoy 与这件作品的相处几十年 然后拿出来翻一百倍的销售调 那你在旁边就是他的艺术顾问 所以要做画廊老板 照理说是人人羡慕的一种职业 那这些小孩 我看到他们从小顽皮的长大 然后进入社会 然后不愿意接父母的伴 这些父母就会跟我吐苦水 说怎么办 陆老师劝劝他吧 劝劝他 我说你不要劝 你放他出去自己闯 三年五年 你放他出去自己闯 你就不要让他接班 你就不要漏 你要憋住 你要憋住 你出去自己闯 鼻子眼肿就回来了 你自己闯 因为他假如在外面闯得比你好 他干嘛回来 你干嘛回来 你只要教他训练他 做一个快乐的收藏家就好了 他就演示一种 对吧 但是他假如回来了 他经历过那个三五年 他回来 他会更认真地把画廊的这个班给结好 太多了 都是一开始不回来 后来放出去 后来慢慢回来 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这样子 那我错了 我还有一天都没放出去 你的情况不同 就把我气死了 你是宝贝女儿啊 你想想看 1993年 我从美国回来 去看你的展览 到你的画廊 后面的门一打开 两个小女孩就在那跑 我说 哇 张先生 你家就在后面 对对在后面 他就打开一个门 后面就是 就是住家你知道 他都根本在一起的 所以你 你 从小 有女儿的爸爸 他们都还说我 我那个忽悠他一辈子 为什么 没有 但是打住 他们将来都会感谢你的 那 你放心 对对对 你看 我讲是讲了 你看现在大女儿做的都 对对对 因为讲是讲了 多激情 他们大学毕业各奖 你看那个忽悠我一辈子 中原他安排中原在那个云非凡的那个展览 你看我在旁边看到他 哇 这真是不是我这个十年前看到的 他自己一个人 对 起一个担子 一直看 这个我等一下上台要讲什么 陆老师 你你等一下上台 然后我讲了 我下来 我说你你 我讲的还行吗 他说陆老师 我赚到了 你看那个二代 真的有意思 还可以 因为他当初给幽默讲说 爸你忽悠我一辈子 我怎么呢 他说你就叫我这样 我就真的从小 调侃的讲法 对对对 那我说等你长大你就知道 这就是寻寻善忧 当初因为 我觉得就当 我刚才看了 很多就 当初他们在讲说孩子不接班 我就心里懵了 所以从小就孩子怎么懂懂懂 懂懂懂懂懂懂 孩子给他倒回这个艺术 一路就到艺术去 两个就要没去念完回来 没地方去了吧 我看他们 为什么那么多人出去闯完了回来 其实这里面 还不只是他打拼 遇到的困难 好像寻找了一个比较 比较舒服的这个路线 也不是这样子 是他从小在画廊圈子里长大 他从小接收到 出自灵魂艺术品的高频正向能量 我觉得 耳濡目染之下 他跟一般人没有看过画廊 没有看过艺术品的小孩 是不一样的 他的审美是不一样的 他的记忆是不一样 我们说艺术品出自灵魂的创作 才会感染灵魂 所以简单的讲 出自灵魂才会进入灵魂 所以当一个孩子 他生活在画廊家庭里 他一定是在这个圈子里走动 所以出自灵魂的感染力 不断的进入他的这个脑子里 心里 所以他出去闯完了 他发现 我好像是喜欢的 你知道吧 我是喜欢的 所以他回来面对困难 他才可以一步一步的这个慢慢学习 所以二代联谊会 其实给他们的学习是加速的 你看Paul上去讲 郑勇上去分享 对吧 金银上去分享 这些都不是你花钱买得到的经验 EVA他们上去讲 讲他们策展 干嘛你们要注意什么东西 而且你要是跟这个圈子不搭嘎的话 你听也听不懂 你根本学也不知道怎么学 但是他们一路在这个家庭里生长 又出去闯荡 他听的你看很多人很专心 做笔记 对吧 所以二代这个画廊协会来操办 将来可能真的是固定的办下去 而且有一些忙碌的人没有来 我觉得以后会陆陆续续 会来 会归队的 会归队 还有一个是因为那一天就讲 你刚才讲一个 当然他们有时候刚学毕业 再回来就跑到云门去了 就不回来 绕几圈绕几圈 他还是回来了 另外一个做建筑的 也回来了 没错 我看了几个 那有个做旅游的 也回来了 我说怎么都回来了 但是你看 假如一代一直把着他 不让他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把着他 他一定不会很愉快的接这个办 所以你放出去 他去体会完了 他回来 他反而 他反而战战兢兢的 对 我看了好几个都是因为已经在外面做过了几年 甚至外面做过师父 他们回来了 对 现在我女儿做了几年 我想丢出去丢不出去 这个丢慢了 我们动作跟人家不一样 现在教授 我为什么要出去 保护的太好了 我干嘛出去 我就在这 我看他做的也挺开心的 这就不用丢不去了 不但保护的很好 而且还让他入骨 对吧 来了好话 你先挑 你们先挑 他马上就会有这个利润 他再卖出去就有利润 你已经这样子 我被他吸干了 你再讲 还是有计划的 让他喜欢 让他喜欢 希望他一辈子喜欢 因为将来我也要一辈子 但也希望他们在一辈子中喜欢 那一代接一代 那艺术就有价值了 还个 那天刚刚我们产金也讲一个叫 艺术资产 这门道很好玩 有些觉得很枯燥 他们讲完以后 有点意思 那让我就串到一个 像安利沃火那两个兄弟 一辈子就做安利沃火 四千张画 先卖 一看出去了 看到作品第一摊 他比谁都晓得说值多少 我才能买回来 这让我想起 我刚好有几个画家 这几年我也想做这种活化的动作 因为当年他肯定跟我走一段 很长的路 可是这个市场有时候会震荡完 突然停了一阵子 这时候你就让他停了吗 所以我那天就在想说 再回去找画家 我们承接二十年 现在这节他红红火火 现在突然一个顿 因为有的这个艺术 有时候一个带上来 又下来又上来 这时候不要停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乱中再出兵 这时候就要跟艺术家谈 你现在多大 我们怎么样 我们共同还在怎么做 在怎么画 为什么 毕竟我在手里 有经手了五百件作品 没有人有五百的 一百都没有 所以没有人会再帮他再去 从活化这个市场 这时候你怎么办 这时候只能我再进来讲 我们交情怎么说 怎么样弄 两个重新来 都是大学教授 看怎么样再来活化 这一个你我 我仓库也有他的 他将来有没有未来 也要看他的 所以这个这样 我目前就那天一讲完 还有我那天晚上一想 一个两个三个 我就在想 是从哪一个先下手 那就将来就说 主力女儿做那个 我就做这个 活化资产 对我们资产在仓库里 活化 然后让他变得更有价值 所以其实活化仓库 不只是二代可以做 一代也可以拿回来做 一代先做 因为一代的任务 是要自己先做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一代传承给二代 一代有没有退休 这个问题 其实我发现 你喜欢艺术 永远不会退休 会再走那种 因为这个 就喜欢 不是体力活 他没办法退休 因为他年纪越大 他的经验越丰富 他的眼界越广 所以你看很多画廊 除非他身体有问题 身体没问题的情况之下 一定是做到最后一天 你说的是台阳吗 你说的是长流吗 八十多岁都做得可开心 台阳是最久了 每天还在那边捡漏 还在干嘛 开心得不得了 所以发现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艺术就是这样子 心里想退休 但是退不了休 所以建议二代 要常常跟父母亲聊聊天 就是基本上每个礼拜 有一个喝茶聊天的时间 下下午茶啦 对 就互相随便聊 随便聊都会很有经验 就从一代获得一些经验 或者是面对什么问题 或者是二代碰到什么问题 发现自己解决上有点困难 其实跟一代讨论一下 可能会想出一些不同的方法 而且一代有很多的关系嘛 他的场面上 他有认识很多人 所以要解决问题 其实跟一代聊一聊 会有一些生活 会快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二代 跟我觉得是跟所有企业界 一二代传承是一样的道理 大家的反应都是 哎呦 跟爸爸相处 有点痛苦 有点严肃 因为父母平常 不会一直跟你聊天 他一旦坐在一起 父母亲想的都是最重要的话 都想一下子告诉你 但是二代平常 都没有交流 突然坐下来 就是好像 好像在教训一样 他很难接受 其实一代二代应该养成聊天的习惯 我觉得 要是你不聊天 你碰在一起 一讲重点 都那个感觉都不太对 就很难 很难沟通 我喜欢一代二代呢 是有两三个 两家三家 那他不听他爸 一听到我在笑的钥匙 怎么你爸有讲吗 这有意思 这有意思 再一起吃饭 对 找一个地方 然后大家吃饭 然后就损弱爸爸也可以 他可以损弱爸爸 自古以来 很多人都有这种讲法 就是自己还是不自己教 比如说教孩子学开车这件事情 说不要自己父母教 叫自己的朋友来教 那是最好的 因为自己讲的讲的就殉上了 是好 今天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再次感谢陆杰明老师 跟张云群理事长 那我们下一集就会有二代来 面对我们的拷问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他们的吗 你现在突然讲 我怎么问 其实就是我还是希望 听他们自己的声音 就是说业务归业务 然后这个经营法则归经营法则 这些理论他都可以学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艺术 这件事情 听他自己内心的声音 非常重要 你到底喜不喜欢艺术 快不快乐 因为你要是这个快不快乐 造成了你以后 能不能突破难关 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的兴趣 跟你的喜好 是不是艺术 对 才能走长路 要是真的不快乐 他走不了 没错 没错 这个 这个人家就说 这个你喜欢的话 吃苦就是吃 就是这个意思 还是回到他内心的世界 是 我认为他们的所有答案 都应该是喜欢的 要不然再混不久 对吧 是 好 那我们就谢谢两位老师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